1 2 3 接牌 坪農縣長潘孟安 立委周春敏 先議員方一祥與長輩們 共同為坪農縣博外全人關懷協會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接牌 此據點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公管教會無償提供場地 讓社區長輩有一個可以促進健康 延緩老化 拓展人際關係的 在地安老環境 謝謝這個公管教會 無私無償的提供這個地方 讓更多在比較 不是住在社區中心 散居的部落可以來到這個地方 也一樣享有我們社區關懷據點 應有的相關的一些設施及服務 那希望這個長者 不管在哪 只要他們願意走出家園到據點來 他們都可以有一個健康快樂晚年 目前屏東縣已設置372處關懷據點 部件密度達80.35% 除了接牌 排門案也向長輩們宣導老人福利政策 包括禁勞卡 防走失手環等 並擔任一日志工為長輩們打菜 親和力十足 目前據點服務20名長輩 安排多元豐富課程 促進長輩身心健康 在這裡做體操 運動跳舞 因為教會先前大概都是 從事教會裡面的福音工作 但是有很多媽媽或者甚至志工 我們希望在現時推展在辦理這個2.0的長照 我們希望透過志工跟教會媽媽 能夠結合來辦理這個社區關懷據點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